這集不適合沒有去過韓國的人看 這裡一整棟從B2到10樓 全部都是潮牌和運動品牌 聽說秋天的時候 後院的票非常的難搶 記得一個禮拜前 先去搶中文的導覽 老實說要站這裡拍最好看 這裡就是由一整區傳統韓屋改造成的 甜點、餐廳 和質感商店的大本營 我們這次要去的是 樂天世界附近的泥花效果 這裡超像迷宮 想要及時找到店面 請記住以下路線 哈囉大家好我是Ali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這集不適合沒有去過韓國的人看 為什麼呢 因為這集沒有這樣去逛紅大和東大門 去廣東市場吃紫菜飯捲和綠豆煎餅 穿韓服去景福宮和北村拍照 傍晚去漢江邊排隊 用泡麵機煮泡麵吃 然後跟漢江合飲 這些在首爾必須體驗的基本行程 這集都沒有 這集完全是給去過首爾 但想再去的人 或是想要知道首爾 現在最新最夯的 碧逛景點的人看 如果你是這樣的人 就繼續看下去吧 這次的碧逛景點 就讓我從首爾西邊往東邊介紹 第一個是質感咖啡館林立的 延南洞 因為這裡的咖啡廳規模幾乎都是 整洞透天住宅 中間也夾雜了真的住宅區 所以咖啡廳之間的距離比較遠 如果你有登機後 我也記得要抓好時間回來 這裡有超多有創意 擺盤超用心的咖啡廳 而且這個區域雖然人流很多 但其實相對安靜 感覺住在這個區域的飯店 然後每天嘗試不同的咖啡廳 也會是不錯的選擇 而且沿著由舊鐵道改造成的 長行公園走 就可以接到宏大步行商圈 完全就是一個享受悠閒下午的好地方 有些人做過功課的人應該知道 在乳伊島有一間新開幕的現代百貨 但其實還有其他的現代百貨就在梨大附近 這次要介紹的是可以透過天橋 或是地下道相通的U-Plex 如果你也是從地下道走過來 就會經過這個讓你眼壓飆高的霓虹大門 這裡一整棟從B2到10樓 全部都是潮牌和運動品牌 喜歡運動風的人 絕對逛到走不出來 除了警符宮之外 還有哪裡是在首爾值得去的呢? 第三個要介紹的地方就是昌德宮 在主要大門敦化門的左側就是售票處 昌德宮分成兩個區塊售票 前方的供電區和需要跟隨導覽才能進去的昌德宮後院 我們拿到我們的票了 兩個人 一萬塊的這張票是後院的門票 後院的話 12點半有中文的導覽 要先在網路上面預約 一個禮拜前可以開始預約 那因為後院你是要有導覽你才可以進去 如果你搶不到中文的 你當然也可以試著 預定英文或是韓文的 因為就算聽不懂 但是至少你進得了後院嘛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記得一個禮拜前先去搶中文的導覽 然後後院的這個一萬塊的門票 是不包含昌德宮的門票 所以你還需要再付一個人三千塊的價錢 去買昌德宮的門票 因為後院的入口在昌德宮的裡面 所以就算你不想要逛昌德宮 你還是要付昌德宮的門票 你才有辦法進去後院 那昌德宮的話也有中文導覽 是早上的十點 在敦化門的旁邊集合 因為中文的導覽 我們能對得到的時間 就是今天禮拜六 人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多 然後今天下雨 所以 感覺有點衰 你看昌德宮的秋天多漂亮 還有楓葉 聽說秋天的時候 後院的票非常的難搶 所以如果你是剛好秋天 那個時候來 拜託 一個禮拜前 強暴它 現在就是很綠 現在這個雨 你是認真的嗎 太大了吧 我都說要站這裡拍最好看 老佑說要站這裡拍最好看 喜欢李施朝鲜的绝对不能错过这里 有超多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 这个东西是用来挂门的 就可以像那样子把门挂起来 从天前后面调出来 是什么之 댄ers 现在摆取一份 President making it看 片刚才干说 这个售票处可以购买昌庆宫的门票 要进入后院的入口也是在这里 参加后院中文导览就在这里集合 人数比早上的导览还要多很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院的秋天除了有枫叶还有金黄的银杏 如果你是秋天来首尔记得一定要提早预定哦 下一个地方是距离昌德宫走路10分钟就可以到的 易扇洞寒乌街 这里就是由一整区传统寒乌改造成的甜点餐厅 和质感商店的大本营 这里店面分布的非常密集 不用走很多路就可以逛许多不同的商店 但是也因为这样这里超像一个迷宫 要每一条都走到还不迷路真的有点难 在这里你真的可以完全体验到韩国网美店到底有多用心在布置每个角落 这两个昌德宫的中文导览空档我们就跑来这里吃个甜点再回去时间超刚好 第五个要介绍的地方就是逛街热区汉南洞 比如说像这间众多网红部落客推荐的香氛品牌 我个人倒是比较喜欢这个只有三种味道的小众香氛 喜欢草本中性味道的可以试试The New Arrow 香味微甜又持久 超爱 汉南洞的地形比较特殊 除了捷运出口这条大马路比较平坦 其他小巷子有很多陡坡或者楼梯要走 逛起来会有点小累 但别担心有人潮的地方就会有很多咖啡厅 逛累了就走进一间休息一下再继续吧 不过因为现在旅游复苏 人气品牌门外永远都有人在排队 买不买得到你喜欢的样式或尺寸 以及购物品质到底好不好 大家就只能自愁多福啰 下一个闭逛的区域是新沙洞商圈 这里也有很多知名韩国品牌 比如说含兴必备的墨镜Gentle Monster 尖利大言的香水品牌也是在这里 然后我们误打误撞的参加了一个 期间限定的电影推广活动 我们就这样免费拍了两次拍贴机 虽然因为语言不同都不知道要如何闯关 但是我跟女伴还是玩得很开心 反正出国了别人都不认识你们 大家就勇敢冒险吧 第七个必做行程就是穿校服去游乐园 没错现在不流行穿韩服了 而是流行穿校服 我们这次要去的是乐天世界附近的梨花校服 这里超像迷宫 所以想要及时找到店面 请记住以下路线 从星巴克旁边的大门进入后 在第一个岔路右转 搭这个电梯到地下一楼 出电梯后往这个方向走 看到36M的这个招牌后走进去 进去之后右转 在角落看到一堆人排队的地方就是啊 不管你有没有预约都要先在这里排队 当你预约的时间 店员会出来询问预约姓名 没问题就会先给你看这份合约书 租借制服要押押照 押金则是每人5000韩元 然后就可以开始挑制服啦 上衣基本上就是长袖衬衫 然后有很多针织背心和西装外套可以搭配 裙子有分百折款或是贴身款 有超多颜色可以选 最后搭配了以奶茶色为主的制服 再去挑同色系的领结 这样就完美啦 这里除了让你换衣服 还有提供整理发妆的空间和用具 也有一个小教室不仅让你拍照 梨花制服的制物柜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有睡笔机可以换零钱 一格是1000韩元 我们制服预约是约9点半的 然后现在差不多是10点半 绝对不可以迟到 可以早到一点点 但是也不要太早到 因为你就算早到它也不会让你先进去 因为很多人想要换衣服 所以试衣间都要等 最好就是抓个一个小时去换制服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赶在10点前进去乐天10点的话 可能就要约个9点去换制服 乐天世界的入口也有点难找 我们也花了一点时间才找到 我们先来排室内最刺激的云霄飞车 这个排队人潮难道是全熟的人都来这里了吗 不夸张我们排了快3个小时才轮到我们 大国大革命很好玩 但是女生你要记得把耳环拿下来 因为它的腹的那个东西很高 所以你会去撞耳朵 我现在耳朵超红 刚一直狂撞 所以如果你有带耳环的话 你要小心一点 在每一天 这些衣服的衣服 并且在每一天 是一等的衣服 这些衣服的衣服 我们在最多的衣服 还可以把衣服的衣服 那些衣服的衣服 可以把衣服联网 要不脆衣服 不脆衣服 要不脆衣服 然后就有衣服 我们在衣服 Agora你这么多的衣服 股腰衣服 我們剛剛本來要排隊玩這個東西 我們才剛開始排 就有一個工作人員拿著一個韓文的牌子 不知道寫什麼 那個工作人員就開始跟 站在他後面的韓國人講話 都是講韓文嘛 被他講話的人就默默的離開 然後我們都不懂他到底在說什麼 結果後來我們就去問他 他說排隊的隊伍太長 所以他們不能再讓新的人繼續排 所以我問他說 那你什麼時候才會開始讓人在排隊 他說他也不知道 我說那我可以就跟著你 然後等你們開始排隊的時候我就可以排嗎 然後他說不行 連跟著他也不行 反正他就是不讓你排隊 現在的兩點耶 然後我們也才玩了一個遊戲 其他的遊戲都不知道還玩不玩得到 最後我們只在花大約一個小時排隊完了這個設施 然後我就決定要閃人啦 現在時間是3點45 我們已經離開了樂天世界 因為每一個東西都要排隊 而且好幾個遊戲他都直接跟你說人太多 都暫停排隊 今天其實是禮拜一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今天是五一勞動節 我記得我看他們的月曆的時候 韓國沒有休勞動節啊 反正今天就是超爆多人 所以在樂天世界的整個體驗非常的不好 燈光秀什麼的都完全不想等 所以一大早就出來了 以目前這個經驗來講我真的是非常的不對 樂天世界 以上就是我這次守偶的必需清單啦 近期要再去守偶的你們不要錯過這些地方囉 那我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的影片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那就先這樣子囉 掰掰 掰掰 們